何硕董事长童子贤出席公开活动 表示随着AI发展 比起缺不缺电 能不能稳定的供电却又不排碳 但是电价还能经济实惠 才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他呼吁应该要来重建电网 重视相关人才的培育 并且让核电与其他绿电共存 面对大家关心的核安疑虑 童子贤点出应该要用与非安同等重要的角度 来看待核安 就好像以前的网络在演篇的时候 当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 消费者就会思考 这个旧的速度比较慢 新的这个3G要变4G 4G要变5G 我到底要不要换G 从过去网络发展 手机从3G 4G到5G 点出AI趋势下 将来很少有产品没有AI功能 何硕董事长童子贤 竟不带出电的重要性 但他强调比起缺不缺电 还有更高层次的议题值得探讨 你的电哪里来 你的电是不排碳还是排碳 你的电一度多少钱 你是要忍受某一些 像我刚才举例 像新加坡他就是 因为他地方很小 没有地方发展太多太阳能 他要一点点太阳能而已 所以新加坡的电是6块4 应该要赶快拿定主意 把政策这个把握好来 童子贤点出政府走什么样的路线 就会影响能源的供应方式 他强调若要产业持续发展 就要维持优势 而维持优势的基本条件之一 就是电力来源必须稳定高品质 却又不排碳 同时电价还得经济实惠 因此童子贤呼吁 电网应重新架构 其中人才培育更是关键 因为你一直打压某一个领域多年 那个人才会跑光光 等到有一年 你想起来要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有人才 那怎么办呢 面对AI这个吃电怪兽 童子贤也多次表态支持核电 而被问到核安疑虑 他建议拿看待非安的态度来看待核安 因为都讲核废料危险 放射性危险 可是核一到核四 就像猛兽的动物园 你没事跑到动物园 把手放进去给老虎咬 然后才说猛兽很可怕 这不是很荒唐吗 所以说那是一个可以专业管理 可以专业训练 可以专业订定SOP的地方 童子贤表示 应该让核电和其他绿电共存 同时他认为 活力是不负责任的发电方式 因为产出的二氧化碳 是直接往大气排 代价就是国民健康 目前来看的话 绿能的发展在未来一两年 应该会加速进行 随着碳费征收即将在年底上路 环境部长彭启明 28号出席 碳权交易高峰论坛时表示 很快就会推出 针对碳费的新政策 也将搭配金融工具 进步促进绿色产业投资 这里和方绍成台北长报道